你们可真是没用啊 京城就这么大点地方 老爷个大活人 你们这么多人 都找不着他呀 回哥哥 老爷昨天回来 换上官服 就急匆匆出来了 我们怎么都找不到他 那些什么酒馆客栈 哪儿爱去的地方都找了 确实都找了 老爷一晚上没回来了 老爷要是有个什么 三长两短 你们每一个人 谁都别想有好日子过 业副大人啊 别提了 皇上把我招到宫里头 让我呀下山洞查这案子 怎么办哪 您说 我说要去 格格肯定不让 不去 抗旨不遵掉脑袋 那到时候 您得给小旭戳着呀 我 我怎么戳着 李叔 您现在呀 赶紧拆人 把格格叫家来 抓这功夫 我好走 要不然啊 连走他都不让你走 行嘞 哥哥别着急 刘大人昨天钓完鱼 被皇上召进宫了 不会有事 行了 都丧了吧 是 是 是 皇上找老爷什么事 那我哪知道 那我哪知道 这个死刘庸 一晚上不回来 也不找个人通报了什么 害得了这一栋服装 叫什么 没 对 来 你过来 叫夫人 夫人 她谁呀 她 她呀 是刘大人救下来的苦民丫头 老爷救的 嗯 刘大人钓鱼的时候 遇到强盗了 那老爷他没事吧 肯定没事啊 我一个大内侍卫 那区区几个毛贼 我怎么能让他们伤到老爷呢 那 你把他带回来干吗 夫人 名女本来是跟父母来经经商的 可是昨天在林子里遇到了强盗 把我全家都杀了 无处可去 无人可疑 还请夫人能收留我 等牛做马 毫无怨言 哥哥你听听 我觉得是挺可怜的 要不哥哥你就发不善心 留下来当个丫鬟 我也觉得挺可怜 不过你个大内侍卫 你保护好我爹就行了 管真闲事干吗 我 我这不是替您招下的吗 您说 您现在也没有个贴身丫鬟 之前那些也都被您赶走了 你 什么意思啊 爸 我是说 他们不行 达不到哥哥您的要求 所以我是吧 给您带回来个现成的 您总不会怪我吧 你刚才说 我赶走几个了 都有六个了 六五 我就叫你七彩吧 谢夫人辞鸣 谢谢 谢谢